今天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也在蒙特拉的栗子节买到一个当地非常有名 这个叫做Castagne de Prete 为什么会叫神父的栗子呢 传说中就有一个神父 他在收到了一大堆的栗子奉献之后 在回城的路上 他把所有栗子都放在驴背上 但是因为栗子太多太重了 驴子卡不动 结果就狡猾 竟然就跌倒了 所有的栗子就掉到旁边的核里面 神父就很着急啊 怎么办怎么办 栗子都湿掉了 赶快把栗子从头捞回来之后呢 带回家 他说都湿透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吃 那就赶快把它放在那个火炉旁边 慢慢把栗子烘干 没想到烘干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口感了呢 传说中神父的栗子它由来就是这样 它是个美丽的意外 这个栗子很有趣哦 意大利天主教比较相差的地方 圣母绕境的活动 像圣母升天日啊 或是等等等 他们就有排着那个圣母神像 然后绕城镇啊 绕境的活动 所以很多人都会跟着 这个听说是当时的人 乡民们 做了之后可以串成 一串像项链一样戴在脖子上 然后所以就可以边绕境的时候边拿起来就刻 非常有趣 总算被我找到了 这个东西我听说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亲眼看到 终于趁着那个Montella他们的栗子结 杀去 在那个Sagra上面买的这个是最小颗的 这家伙其实不便宜 这样一公斤要七块 大家看到这件事情 我只吃到现在要这样子了啦 然后我还有一些拿去送给阿姨 依照栗子的大小 从七块到十五块都有可能 而且真的只有在Montella 你还有附近的几个城镇才看得到这样子的产品 这就是神父的例子 Castane de Preve 他制作方法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用柴火烘干 就是他们以前他们那个农夫啊 他们会盖一个小房子 像那个仓库那样子的小屋子 然后分成上下两层 中间用那个木板铺着 它是有空隙的夹层 然后第二层上面就会到 大概一次就是好几十公斤 甚至上百斤的栗子 新鲜栗子 第一层的空间它在那个地板上就会生火 而且是用栗子木去生火 生出来的烟啊 跟热气去烘 第二层上面的栗子 然后用大概七天甚至到十五天的时间 当然要看栗子的大小 像这样那么小的栗子大概七天就好 再大一点中大型的可能要到十五天 甚至二十天的时间 然后就是中间火都不会断 就是一直用那个慢火慢烟去把栗子烘干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烘烤 烘烤就是把所有的栗子移到烤箱里面 用高温烤三十分钟 第二个烘烤的步骤目的是要把栗子 本身里面所有的糖分浓缩 第三个步骤是泡湿 因为栗子经过长时间的烘干跟高温的烘烤之后 你的栗子会硬得跟石头一样 这个时候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吃的 但是我刚才也想过 因为这个栗子他们是当地的人 他们要拿来当做圣诞节期间的一个典型 或者是他们在一些宗教节日 像圣母绕镜的时候 他们参加这些绕镜活动的人 他们可以随手带在身上 串起来带在身上这样走着吃 所以当然不可能带石头在身上吃嘛 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就是第三个步骤 他们把栗子泡到水里面打湿 或者是用灑水的方式 用每天固定时间灑水的方式 就是再把栗子稍稍的泡软 不是泡发哦 不是整颗把它发起来的 是泡软 所以你会发现 你刚买回来的那个Castane de Prete 你会发现它的壳其实是湿润的 是带有一点水分 是有点亮亮的 就是这样 所以第三个杀碎的步骤 保持它的湿润 跟可以随时拿来吃的那种 刚刚好的软硬程度 这就是Castane de Prete 基本的传统制作方式 最后的成品就是像旧药 就是它基本上已经干燥了 可是没有硬到你吃不动 它是你牙齿可以咬得动的 那它就是你一开始吃到嘴巴里面嚼 你会觉得什么东西啊 又硬然后又有点 呃 会黏牙 就是我吃到这个东西的第一口 我脑海里里面想说就是 这根本就龙眼干吧 它味道超像的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糖分浓缩 浓缩程度非常高 如果你本身就是喜欢栗子 甚至喜欢龙眼干的人 你会停不下来 哇 它真的好好吃喔 它真的是越嚼越香的东西 而且吃完之后口齿流香 那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圣诞节期间啦 大家在吃饭之后啊 餐后都会拿很多那种 坚果类的东西出来当点心客 这个神父的栗子它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标准的 南异乡下人家的圣诞节期间 会端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它这个果干实在是 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 你想想看把一颗新鲜的栗子里面 所有的香味甜味鲜味通通 浓缩进食 在你嘴巴里面那种爆发力 而且我真的觉得它跟龙眼干有点像 真是觉得它们应该可以拿来当成一样的用途 我觉得这拿来做甜糖应该会超好吃 然后又有一个 呃 长得出来一种 若有若无的烟熏味 像这个壳你如果拿起来闻 这个壳有非常浓的烟熏味 但是这个果肉就是淡淡的 一抹烟熏味 你会觉得闻起来非常的诱人 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拿来煮它应该会 有更多更不一样的层次 真的不得不佩服 意大利的农夫们 连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有这么多的搞法 我现在嘴巴太适合这一颗 根本就是龙眼干 天哪 你看你看你看 这颗就有蜜 它浓缩之后 你看它这个身上有蜜 亮亮的 亮亮的 那是它天生的蜜 所以我会建议你 在没吃没用之前都不要开 就让它保持在最原始的状态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放的 你买后来就是这样放 你什么都不用做 想到要吃的时候 你再拿几颗出来敲才吃 所以你也不用事先剥好 除非你真的 有这么 搞刚归毛 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要小心 因为它这个栗子 它是整颗 没有敲开 它是烤 所以呢 说不定有一些 里面有一些被重铸过的栗子啊 什么的 就是你没有到打开之前 你都不会知道 所以你打开之后就 不要连看都没看就吞下去 还是要检查 像我觉得这颗太黑 我就觉得它有问题 我应该就不会吃它 或者是我会先把它掰开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吃它 然后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比较要洁白一点 这个明显没有问题 就可以整颗克掉了 这一次 到蒙特拉带回来的宝贝 沈腹的栗子肝 沈腹的栗子肝 对不起 对不起 在你 在我身边 我应该说 我